重阳节快要到了 新北市重阳礼金发放作业 从24号开始 一连三天都有进行定点的发放 26号这一天 瑞芳荣心礼进行了发放作业 好多长辈们都说 手上拿到的礼金感觉非常好 有感受到市政府的关怀和用心 瑞芳区的重阳礼金发放 今天进入第三天 不少礼也都选在今天来发放 就以龙心礼来说 就有300位65岁以上的长者 符合资格 今天一早在里长的广播下 张哲门也三三两两的钱来领取 龙心礼约有50万元要来发放 是我们龙心礼是在26号今天发放 总共有人数是300 差不多将近370人 汇款的人数差不多120 实际来现场领的 差不多257个人 如果说今天没有 到现场来领的话 以后可能就要到有三个月的时间 到公所去领取 领1500啊 对啊 你觉得说领现金比较好还是 我领现金比较好啊 怎样 你好像好像我领到了 好像没感觉 当地里长表示 但是大部分的长辈都觉得重阳礼金领现金的感觉比较好似乎真有过节气氛 不过也有长辈因为不方便出门里内有100多位是选择直接汇款入账户 我今天生日来用 我今天生日来用 我觉得说领现金比较好还是 公司的据点领取重阳礼金 一年龄有1500到5000元不等 领现金的感觉比较好 如果是汇款的话就比较无感 杰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